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NIL代表欧盟27个国家的数据监管机构表示 他通过调查发现谷歌今年3月启用的新的隐私政策存在法律缺陷 引起法国国家信息委员会关注的是 谷歌将来自旗下所有服务的用户浏览记录的匿名数据进行整合 以提高其广告的针对性 这导致欧盟数据监管机构向谷歌发出了12条建议 要求谷歌按照这些建议修改其隐私政策 包括更好的告知用户他们的数据将被如何使用 以及保留数据应设定精确的期限等 谷歌全球隐私顾问彼得·弗莱舍 Peter Fleischer表示 谷歌将根据欧盟数据监管机构的调查结果 审查自己的隐私政策 但同时仍坚持认为谷歌隐私政策符合欧盟法律的规定 法国国家信息委员会主席伊萨贝拉法尔特皮罗丁 Isabel Feltkirupin称 欧盟数据监管机构准备约谈谈谷歌 并表示 如果谷歌不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其隐私政策 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 谷歌可以选择与欧盟数据监管机构进行谈判 并对其隐私政策的部分条款进行更改 或到法庭起诉这些机构要求其修改隐私政策是否合法 欧盟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自己不能认定谷歌的做法是否合法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法院 欧盟一些国家的数据监管机构 包括比利时 法国和荷兰的在内 曾以违反用户数据保护的有关规定为由 对一些公司进行了罚款 但这样的处罚不能适用于整个欧盟地区 2010年 谷歌街警车未经授权收集公共WiFi网络上的数据 这一行为被认为违反数据保护的有关规定 使谷歌面临着多起指控 在那次事件中 谷歌被法国监管机构除以10万欧元 约合129000美元的罚款 同时荷兰监管机构威胁称 如果谷歌不改变其隐私政策 将对其除以100万欧元的罚款 今年3月 谷歌将此前的60个隐私政策合并成一个新的隐私政策 允许谷歌将从包括YouTube、Mail以及谷歌的社交网络Google等服务中获取的用户信息进行整合 而用户不可以选择退出 荷兰数据监管机构负责人 即欧监管机构 其实其在线隐私保护政策的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相关阅读 欧盟要求谷歌修改隐私政策保护用户权益 谷歌你实施新隐私政策对内地影响不大